大家好 今天是12月10日星期五 歡迎收看明報5點半新聞 訴理市長報案 說租王家騎警支持者開車剪過腳步 獨立檢控官反控旗Public Mischief 富商軟幹生前女伴Mother One 確認配偶身份的訴訟再租法院駁回 無緣申領2,100萬遺產 加拿大保險局說 洪水造成至少4.5億損失 申請做騎警支持者開車剪腳的訴理市長 Doug McCollum 被落案檢控一項Public Mischief的罪名 BC Prosecution Service今天作出檢控宣布 但沒有說明檢控細節 但法律專家指出Public Mischief的控罪 一般用於報假案而導致不必要的調查 浪費公共資源 甚至導致無辜者被刑事檢控等情況 根據初步的排期 Doug McCollum要在2022年1月25日出庭應訊 他在回應聲明說 事件正是進入法律程序 所以不能多說 Doug McCollum先前聲稱在9月4日 在一間果菜店的停車場 遭到一批皇家騎警支持者的辱罵 他腳步被一名女性騎警支持者的汽車展過 雖然Doug McCollum正在解散訴理市皇家騎警 改由市警替代引來重大爭議 但不少分析指出 這次作出檢控的是特別委任的獨立檢控官 故此McCollum很難將責任推卸給皇家騎警 十多年來為大溫地區千家萬戶提供最優質的樂器和音樂教育 有通理 音樂更完美 比試上個月的極端天氣造成大規模停電和嚴重損毀 加拿大保險局說 洪水造成至少4.5億的損失 而由於很多業主都沒有洪水保險 預計整體的成本將會更高 保險局說 今次是比試歷史上代價最高的惡劣天氣事件 加拿大保險局副主席薩斯蘭表示 這些災害亦都對最脆弱的人群 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因此大家需要大力加強 以減輕未來氣候變化 在主要農業區 超過60萬隻家禽 1.2萬隻豬 420隻奶牛估計被浸死或者餓死 由多達42個原住民社區 在上個月的洪水中受到影響 全國最大的炮架機供應商高登健康生活館 結成幫助您享受健康生活 炮架筒只要9.99元起 橡木炮架筒69元起 加勒式炮架機89元起 歡迎到各門市參觀選購 卓能聽力中心代理多個歐洲品牌的智能助聽器 現在他們還在做聖誕新年大優惠 只購最高可達半價 聽力有問題 快點來Lansdown Center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李智蓮博士談談吧 根據悲思疾病控制中心的數據 本省今日新增437宗確診病例 累計2222013人確診 省內目前仍然有2994宗活躍個案 當中有210億人住院 包括72名患者在深切治療部留意 省內今日新增3宗疫網報告 累計死亡人數上升至2381人 又說要緊守防疫措施和最好接種加強針 聯邦首席醫療官譚詠詩回應 與去年同期相比 疫網人數大幅下降82% 而接種疫苗後重症案例也大幅下降 都是因為加拿大疫苗接種率高期 疫網率和重症率才會大幅下降 這些都是疫苗發揮作用 他說他個人相信現在疫情反彈 只是一個突然的晚聲 只要大家能夠緊守防疫措施 擴大接種率是可以過去的 被問到為何國家免疫顧問委員會 Lassie沒有強烈建議18歲以上人士接種加強針 他回應主要是因為6個月的接種間隔 而年長和體育人士都已經達到6個月的間隔 18歲以上人士之後也會合乎間隔 而6個月間隔是Lassie認為對疫苗品質和有效力最理想的 他又說數據無形預測 加大5至11歲兒童接種疫苗率 和加大18歲以上人士接種加強針 可以壓低個案數字反彈 副首席醫療官盧爾醫生說 即將到來的聖誕新年假期充滿挑戰 家人必須嚴守防疫措施 是否避免到人多聚集地方和保持室內空氣流通 他又說聖誕新年市民仍然可以有社交聚會 但要嚴選聚會人數 10人以下的家庭聚會和自由聚會都是可以的 僅僅要嚴守防疫措施 聯邦衛生部長杜克樂今天被問到 政府向完全接種疫苗家人發出的旅遊通告 會不會隨著南非Omicron變種病毒有所更改 他回答 政府強烈建議家人最好不要外遊 而國內旅遊和國外旅遊又不同 因為家國本身Omicron病毒並未流行 但國外情況就不一樣 理由是旅遊面對前景不明朗 和隨時可能遇到送促改變的情勢 這是雙倍風險 對於部分底部旅遊並未獲得強檢 他回答 政府已經加強強檢力度 但從開始以來檢測一直都有優先程序 杜克樂今天也說 現在是加大各個機場向底部旅客實施強檢的力度 他以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為例 現在已經達到8317個 而滿地可杜魯多國際機場是3033個 溫哥華國際機場就是3018個 全國各地機場是17000個 目標是要達到23000個 他說隨著加大強檢力度 旅客必須預計 抵達機場的時候會有時間上的延誤 入境手續會有更多的麻煩 他呼籲所有旅客都要預期底部之後會有混亂 亦要準備好有相關的資料 上傳到Arrive Camp手機程式 強檢政策都是為了保障家人安全和健康 按下旁邊的鐘就可以收到最新消息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和SHARE影片吧 溫哥華明天12月11日星期六的天氣預告 預測日間主要多雲 有六成機會會下雨 吹每小時40至60公里的東南強風 稍後風勢會緩和 溫度徘徊在5度左右 晚上有雨 溫度最低只有4度 疫情期間回香港的規定真的說變就變 現在由加拿大回去 要住21日隔離酒店都未算最差 只要輸入了中Omicron個案 隨時可能變得好像美國一樣 要先住一個星期逐個彎 港府在今天宣布 因應一個從美國來港的女客 驗出大有新型冠狀變種病毒Omicron 政府將會對在12月13日凌晨零時或之後抵港的人 實施最嚴格的檢疫和檢測安排 在21日內 曾經逗留美國的抵港香港居民 必須先到足高灣檢疫中心 強制檢疫7日 期間需要每日進行病毒檢測 並由醫會人員監察他們的健康狀況 其後會由專車送到在來港前 已經預定的指定檢疫酒店 完成正低的14日強制檢疫 期間仍然需要漲行頻密的檢測 並需要在抵港的第26日 去到社區檢測中心接受強檢 另外港府在12月13日凌晨零時起 指名古巴科威特和列治敦士登為了指名地區 在21日內逗留過當地的非香港居民不將入境 而香港居民必須已經完成疫苗接種 並持有認可的疫苗接種紀錄 才開始登機回港 並要在抵港之後 在隔離酒店隔離21日 一個時任毒品調查科的南警員 在2017年至2018年間 性侵於社交媒體結識的6個 11至14歲的女童 她早前承認非禮 及與未滿16歲兒童非法性交燈法罪 今年1月在區域法院被判囚3年10個月 但是律政司不滿刑期過輕提出刑期覆核 上訴庭下令佳營制度判監禁五年 答辯人要即時再復刑 上訴庭今日不下了判次 自出警員在維護法律上扮演著重要角色 即使答辯人沒有用到她的南警申分法案 但是警員違法需要判以阻嚇性的刑罰 以警效由維持大眾對警隊的信心 判詞自出本案的情節惡劣 答辯人如晉音透過社交平台結識女童 與他們發展感情之後發案 答辯人與攝氏女童的年齡差距大 而且在長時間內多次發案 認為原審法官的判刑原則出錯刑期過輕 潘辭提到原審法官並沒有因為答辯人是警員而加刑 但是引述警隊條例自出 警員在任何時候都在當席 所以警員違法需要判以阻嚇性的刑罰 即使答辯人沒有利用警員身份法案 但是他的行為無恥和令人震驚 嚴重違反他的職責 違背公眾的信任 警員身份無疑屬於家營因素 上訴停早前也都是覆核零訊入面 關注這宗案件為何會是區域法院心理 認為本案應該交至高院處理 當中部分情節也應該控以更嚴重的罪行 我一向背部都沒有什麼肉 但我這輪打泰拳 我覺得我自己的肌肉有真身的感覺 大家看不到吧 哈哈哈哈 但是肌肉長了在哪裡 長了在背部 手臂上 因為我最近有量脂肪比例 脂肪比例是跌了 肌肉是多了 所以我很滿意自己最近打拳的效果 但不是因為感情生活這樣消受 蛤 我這麼開心 哈哈哈哈 還有我覺得這件事都過去了 所以我自己都很積極地向前看 會不會這些佳節日子 好像有點孤獨 會不會有孤獨的感覺 不會呀 我覺得很開心 還有我覺得最重要是和家人一起過 因為今年我自己都特意和他們 找了酒店去Staycation 去過幾晚 然後吃聖誕大餐 然後又可以看一下燈飾 帶小孩子去感受一下 整個城市的開心氣氛 又會買些碟 播些聖誕歌給他們聽 讓他們開開心心地過 他第三個聖誕節 今天的新聞在這裡結束 多謝收看 祝大家又一個愉快的周末 下個星期再會